我觉得今天因为可能我在赛前 可能准备的更多的是李子佳吧 然后可能突然换对手 可能自己也是临时调整对手 调整自己的心态跟准备对手 2024年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马来西亚队的李子佳因为鼻竇炎 没有被派下场 而选择了梁俊豪成为一单 中国翁红阳实力明显略高一筹 以2比0拿下开门红 最后中国羽毛球男团 以3比0横扫大马夺冠 如果今天下场的是李子佳 你觉得马来西亚队有机会夺冠吗